一个大馒头,摆成小块,打三个鸡蛋,搅拌均匀,锅不要开火,放入馒头整理成圆形,几点番茄酱,撒一层芝士碎,火腿片,蔬菜粒还有虾仁,最后再撒一层芝士,沿着锅边加点水,扣盖小火焖到芝士融化,哇,太香了,这样做的披萨小朋友都赞不绝口。 煮熟的玉米粒,加点炼乳,搅拌均匀,攒一层厚厚的芝士碎,180度烤10分钟,奶香芝士烤玉米,奶香浓郁,甜美海拉丝,明天早餐吃什么,菠菜下锅焯水,加胡萝卜,葱花,鸡蛋,一勺虾皮,一包煎饼粉,搅拌成面糊,锅刷油倒面糊,摊平煎至一面定型翻面,这样做的早餐煎饼好吃又营养。 19块钱虾虾,加葱姜,料酒,半包盐焗粉,扣盖小火焗3分钟,盐焗大虾完成,我的妈呀,太香了。 蛋糕不要再去外面买了,用一个不锈钢盆就能做,干净又卫生,先准备6个鸡蛋,加入一包蛋糕专用粉,60克清水,用筷子搅拌均匀,再用打蛋器打至蓬松发白,加60克食用油翻拌均匀,盆力刷油防粘,倒入蛋糕壶,上面扣个盘子,水开上锅蒸40分钟,去锅了, 蓬松轩软,学会了暑假做给孩子吃吧。 泡发的绿豆,加甜甜的红薯,一勺白西米,一定要加当烧开的开水,扣盖煮30分钟焖10分钟,出锅前加点冰糖,夏日清凉解暑的绿豆西米漏就做好了,冷藏一下更好喝。 我做梦也没想到,自己在家做的双皮奶原来这么好吃。 600克清水,一盒纯牛奶,10克糖,搅拌煮开,加入一包双皮奶粉,再搅拌一分钟融化,倒入容器里冷藏半小时就凝固成型了,嫩滑可口,搭配爱吃的水果,好吃到停不下来。 只要家里有饭碗,就能做这样的发糕,全程手不沾面不用醒面,做法还非常简单,打两个鸡蛋,加蒸熟的南瓜泥,一勺糖,少许温水搅拌化开,加适量自发面粉,就不用加酵母也不用醒发了。 来点葡萄干搅拌上进,饭碗刷油,倒入面糊,撒点葡萄干和黑芝麻点缀,醒发20分钟再上汽蒸30分钟即可,非常的蓬松轩软。 糖和茶叶一起炒,炒到焦黄冒泡泡到滚烫的开水,纯牛奶,奶茶就做好了,锅里放红糖,半碗稀米,加滚烫的开水,煮30分钟焖10分钟,黑糖珍珠就做好了,放入杯中,加入做好的奶茶就可以喝了,想喝珍珠奶茶就这么简单。 蒸熟的南瓜,用勺子捣碎,加白糖,适量自发面粉,少许温水,搅拌成浓稠面糊无需发酵。 饭碗刷油倒入面糊,摆上红枣,醒发20分钟再蒸30分钟,南瓜发糕就做好了,香甜松软,特别适合秋天给孩子当早餐。 汤圆的第88种吃法,脆皮汤圆,水开放盐,加入汤圆煮半分钟捞出锅一遍凉水,均匀的裹上面包汤,6成油温下锅速炸30秒即可出锅,外酥里糯,超级好吃。 你吃过粉红色的珍珠吗?今天用20秒来教你做一款超减板粉色珍珠奶茶,锅里放红茶,冰糖,两盒纯牛奶,煮出茶香味,原味奶茶就做好了,锅里放冰糖,拌碗稀米,加入滚烫的开水,煮30分钟焖10分钟,焖好后加入火龙果汁搅拌均匀,最后放入奶茶里搅和搅和就可以喝了。 孩子想吃香酥大鸡排,宅家你就跟我这样做,鸡胸肉对半片开,拍打松软,加葱姜,盐,胡椒粉,辣椒面,生粉,生抽,一个鸡蛋,抓匀腌几分钟,准备炸鸡料面包汤,裹紧按压几时,6成油温下锅,注意是小火达7-8分钟,不然会外面糊了里面没熟,出锅后淋上番茄酱更加美味,快过年了, 年夜饭上一定少不了这道白灼生菜,寓意生财,水力加盐化开,这样能洗去生菜表面的残留,碗里放辣椒丝,蒜末,泼热油激发出香味,做白灼菜这个白灼汁很关键,它可不是普通的酱油,它是调制好的,用来做白灼虾,白灼鲁鱼都非常好吃,水开放盐,放少许食用油能让生菜保持翠绿,烫个10秒迅速捞出,最后离上调好的料汁就可以上桌了,非常的脆嫩爽口。 香蕉一切两段,串上竹签,过一遍蛋液,准备面包糠,均匀裹上两层,六成油温下锅炸,速炸一分钟出锅,脆皮香蕉完成,搭配番茄酱和沙拉酱,隔壁小孩又馋哭了。